哈囉,我是Vivy的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 今天我要在一部影片之內,一次讓你快速認識常見的管弦樂團樂器 這影片是由 BenQ 出品的很厲害的高級台燈 Mind Duo 贊助播出 這個燈是你用手感應就可以開關,或者是也可以設定成感應到你坐在面前就自動打開 照明範圍比一般台燈還要寬,可以調色溫要白要黃都可以 它會自動偵測環境來調整亮度 更重要的是還有內建USB可以幫手機充電,反正很厲害就對了 謝謝BenQ 送我一個,我現在用的超爽 你們也想要的話,可以到下面的連結跟BenQ 買一個喔 不曉得你知不知道,在台灣的音樂班 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所有的學生每個禮拜都要上至少兩個小時的管弦樂團課 就算是像我這種鋼琴主修的學生也要 我們會被學校逼迫要學另外一樣管弦樂器 這樣子才能參加樂團,學校的樂團才能夠有足夠的人數運作 啊不是,是這樣我們才能夠接受到完整的音樂教育 我小時候學的管弦樂器是法國號 我非常不喜歡吹它,而且我也很少練習 所以我的技術一直都很爛 上管弦樂團課的時候我都覺得吹得很吃力 自然也就不太喜歡上樂團課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我不喜歡吹樂團 但是從小學一直到高中的管弦樂團課 無形中的也讓我跟所有的管弦樂器都很熟 讓我現在使用各種管弦樂器的音色在電腦作曲的時候 都有還蠻好的直覺 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樣是念音樂科班長大的 你可能平時能夠接觸到的就只有你本身學習的那個樂器 其他的樂器長什麼樣子,聲音是怎樣 音高範圍有多寬,技巧上可以幹嘛不能幹嘛你可能都不熟 導致你在電腦上作曲,使用管弦樂器的音色的時候 寫出來的東西常常會不合邏輯,或者是真人根本沒有辦法演出 好和弦今天就是要來開始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的管弦樂團懶人包,目標是讓你知道每個東西叫什麼名字 長什麼樣子,以及聲音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你要知道的事情是,通常我們把管弦樂團裡面的樂器分成四組 分別是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跟打擊樂器 先來看弦樂組好了 弦樂組裡面有四種樂器 分別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跟低音提琴 這四種樂器乍看之下好像是同一種東西只是大小不一樣而已 其實你要這樣子理解的話也是沒有錯啦 但是他們使用的情況其實是差很多的 先來看長得很像的小提琴跟中提琴 他們都是放在肩膀上面用下巴夾著拉的 對於音樂製作人來說 你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兩種樂器的音域差完全無度 小提琴的四條弦調成Sol Re La Mi 中提琴的四條弦則調成Dol Sol Re La 換句話說就是小提琴的最低音只能到這個Sol 而中提琴的最低音可以到這個Dol 小提琴的高音可以到很高 如果拉的人技術夠好可以控制的話啦 中提琴的話它的中低音就比小提琴來的更溫暖 也就是最低音可以到這個Dol Sol Re La 接下來是要坐著拉 把樂器夾在兩腿之間的大提琴 大提琴的四條弦調成比中提琴還要低一個8度的Dol Sol Re La 也就是最低音可以到這個Dol 如果你是要寫小型編製的合奏曲的話 其實大提琴的音已經低到可以當成Bass來用了 但是大提琴的中高音拿來當主旋律樂器的話也很好用 最後是低音提琴 它的四條弦調成超低的 因為這個樂器的音太低了 所以我們寫五線譜的時候都會把它的音高八度來寫 在管弦樂團裡面 低音提琴會用拉的也會用波的 但是在爵士音樂的情況 低音提琴手通常都只用波弦來演奏 在電腦上面使用弦樂器音色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選的是合奏音色還是獨奏音色 獨奏的音色多半會標示Solo 而合奏音色會標示Section或Ensemble 例如說像是小提琴好了 只有一支小提琴的話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而一大堆小提琴一起的話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再來你也要知道弦樂器有相當多種不同的演奏法 如果你還是初學者的話 最少最少你要知道的是 所有的弦樂器都可以用拉的 也可以用波的 而且拉的跟波的當中還可以再細分成超級多種不同的演奏法 不過那些就超出這個影片的範圍了啦 最後很多電子琴或是編曲軟體都有弦樂團的音色 使用這種音色的話 你就不需要去管你的音要給小提琴中提琴還是大提琴還是什麼的啦 你就只要當作是一般彈鋼琴的方式彈就好 它會自動幫你分配 雖然說用這個是很方便 但是這也會驅使你使用鋼琴的方式來思考 而不是使用弦樂團的方式來思考 在作曲上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接下來是管樂器 雖然管樂器的兩個細分類 分別叫做木管樂器跟銅管樂器 但是我們並不是依照樂器的製作材料 是木頭還是金屬來區分的 正確的區分方式是 如果那個樂器需要演奏者使用它的嘴唇震動來發出聲音 那麼它就算是銅管樂器 而如果樂器是需要靠黃片 或是靠吹氣在洞口邊緣來發出聲音的話 那麼它就算是木管樂器 先來看木管組 木管組的最常見的樂器有 長笛、雙黃管、單黃管跟低音管 長笛就是那種要橫著吹的通常是銀色的笛子 聽起來差不多像是這樣子 一般長笛的最低音可以到中央都在低半音的這個C 如果是比較便宜的入門等級的樂器 有些只可以到中央都而已 高音的話可以從中央都往上算起三個八度 如果是技術好的人甚至還可以更高 長笛還有它的輕器叫做短笛 只有長笛的一半那麼長 音高可以更高一個八度 雙黃管和單黃管 是大部分沒有學音樂的人容易搞錯的兩樣樂器 它們除了都是長的黑黑的一長條之外 其實其他並沒有太多相同的地方 雙黃管顧名思義就是它吹氣的地方 是由兩片黃片組成的 而單黃管的吹嘴處只有一片黃片 雙黃管的聲音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而單黃管或是俗稱竖笛 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雙黃管的最低音 可以下到中央都在往下一個全音的這個降B 高音的話可以到高兩個半八度的FaSo左右 單黃管的音域則是超級廣 最常使用的降B調單黃管低音可以下到這個Ray 高音限制的話很難說 因為要看演奏者的程度而定 專業演奏者應該能有三個半八度左右的音域 但是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 四個半八度都是有可能的 最後是低音管 有很多人叫它巴松管 長得像一支很粗的甘蔗一樣 是常見的木管樂器當中音域最低的樂器 聽起來像是這個樣子 低音管的低音 可以下去到比大提琴還要低一個全音的降B 高音的話如果你要寫曲子 你就大概抓限制在三個八度之內吧 雖然是說有可能可以吹更高音的 但是更高的話不好吹 聲音大概也不好 接下來是同管組 最常見的樂器有四種 分別是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號 他們的共通之處 就是他們都有長得像這種形狀的號嘴 然後演奏者是要震動他的嘴唇來發出聲音 小號就是大家俗稱的小喇叭 好像不用特別多做介紹對不對 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法國號就是那個長得很像蝸牛的樂器 你應該可以說他是同管樂器裡面聲音最柔和的 所以他是唯一一個在木管五叢奏裡面也會出現的同管樂器 他的聲音大概像是這樣子 長號就是俗稱的伸縮喇叭 他是唯一一個能夠做到真正的滑音的同管樂器 最後是低音號 是常見的同管樂器裡面音域最低的樂器 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音域範圍的話 通管樂器有點難說 因為厲害的人可以用很神奇的方式弄出超低音或是超高音 所以在這邊我列出的是大約一般認為的 寫給專業演奏者的安全作曲範圍 以下都是用實際音高而不是一調樂譜的寫法 一般的小號可以低到這個咪 高的話可以高到大概兩個半八度以上的這個降筆 法國號可以低到這個法 高可以高到大概三個八度上面的這個法 長號的話可以低到這個咪 高音的話大約有兩個半八度左右 低音號的話最低可以到這個超低的RE 但是在這麼低的音域沒有辦法吹很快的音 高音的話你可能最多寫到兩個半八度上面這個LA就好了 最後是打擊樂器 因為打擊樂器大概有八百萬種吧 根本就不可能可以介紹完 所以我只舉出幾個初學者一定要知道的給你聽聽看聲音就好 首先是定音鼓 就是那種特別來賓快要出場 或是快要揭曉大獎得主的那個時候會打的鼓 大鼓和小鼓好像也不用多做介紹 不過你倒是要知道管弦樂壇當中使用的大鼓和小鼓 跟爵士鼓組當中的大鼓跟小鼓是不一樣的 還有什麼常看到的 像是拔 螺 鈴鼓 三角鐵 好像都很常見 有鍵盤的打擊樂器的話有木琴 大的這種叫做marimba 小的那種叫做xylophone 鐵琴的話 大的這種叫做vibraphone 小的叫做glockenspil 以上就是今天的管弦樂團樂器簡介課程 當然一部短短的影片沒有辦法講到太多細節 更深入的各種樂器的使用方法 就要等以後的影片再說了喔 你們在用編曲軟體作曲的時候 會遇到不知道如何使用各種樂器的問題嗎? 如果你們想要看個別樂器的介紹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面跟我說喔 這個影片是好和弦全部一起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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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裝提供給你 以下只要用8塊錢美金上的任何價格 就可以把好和弦的全部9個大包裝一次帶回家囉 裡面除了比Youtube還好很多的原始影片檔 還有可以存在手機裡面一邊放閃一邊聽你的MP3版 總共有180集將近23個小時 檔案大小26GB的內容 另外還附贈好和弦的背景音樂檔案獨家的 8bit Remix 版本 以及所有好和弦大包裝的圖片 超划算的啊對不對 想要以實際形容支持好和弦的粉絲們 趕快喜愛買 好和弦全部一起大大大大大大包裝吧 最後歡迎你到nicecore.com 學習更多關鍵作曲 編取了電腦音樂的技巧 是微微觀的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